大家好,又是我Carri 很久没有做过牛腩,今天来做牛腩 少少辣的,很少很少 黄色炆牛腩,简单的 原材料有些牛腩 这里约800克左右 这些牛腩条来的 不需要的,你去冬肉店买牛腩粒就可以了 稍后我们要切粒 小豆腐 小糖菜 四分一个洋葱,甘筍,冬菇 蒜头,三汤匙,韩国 辣椒酱 没有小糖菜,西兰花都可以的 或者其他青菜都可以的 我想它更豐富 鲜冬菇没有,你可以用干冬菇 其实是一样的 洋葱要的,甘筍少少 走不掉了,用来腌一腌 腌一腌牛腩 主要是有些甜味 少少带甜的 青牛腩少少带甜 首先你将牛腩 切粒 你用牛腩粒就不需要切 很牛腩的,其他牛肉的部位都可以的 不一定要用牛腩,牛腩也可以 或者用西腩也可以 没有什么问题 牛肉就可以了 一切到你的手指公的粗度就可以了 食指,你的手指公 我的食指粗 肥 尽量选一些肥的 香很多 切完了,简单单 冬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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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丝 粗粗 就可以了 除了用来腌牛腩之外 其实是用来做配菜 两用 接着有些甘筍 切条就可以了 需要太幼,很随意,粗粗 也可以 用来腌牛腩 用来腌牛腩 也要腌牛腩 也是一个配菜 用来的 全部都用来 用来的蒜头 压烂 然后转小一下 不要太大粒就可以了 放在盆子中 然后把牛腩放上去 腌牛腩 全部放都在盆子中 加一匙 全都放在盆子中 放在盆子中 然后 加一匙匙 韩哥辣椒酱 在刚刚那三匙匙匙匙匙上 eme 拿起来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将其他项目 取出 以上,你想醃过夜都可以的,起码有一个多钟头,当然就会好些。 我们先醃一醃,接着我们切配菜,之前不是冬菇的,我们洗干净去,然后切条就可以了。 你不喜欢切条,你切过都可以的,没所谓。 我们切一粒就可以了,不要太小,太小容易破, 麻将那么大,打麻将那些就差不多了。 好了,也打过麻将吧,一张麻将那么大就差不多了。 接着那些小糖菜已经洗干净了,我们剁开一条一条,在这个时候先放在哪里。 牛腩,我腌完了。 接着呢,我们将它和那些菜,即刚刚那些洋葱,甘筍呢,我们将它分开。 因为我们要先煎牛腩,如果一齐呢,那些洋葱很容易焦的。 但是那些洋葱和甘筍留回去,等下有用。 麻烦大家极有可能有广告的。 可以一边帮狗狗掃背,一边看广告,或者去厨房,呼吸一下, 骑楼走一下,这样。 拿着手机看一下广告,那就可以了。 麻烦,麻烦,麻烦。 接着我们中火起锅。 烧热点油,然后收慢火。 烧热点油之后收慢火。 我们放牛腩下去,拖拖它。 顺滑的,即是不黏。 可以了。 慢慢把其余的东西都放进去煎。 慢慢的,不要一次放进去。 因为一次放进去,锅的温度会很快地降低, 这样就会黏锅的了。 所以就慢慢放。 放进去的时候,不要动它。 不要急,不要大火。 大火很容易焦,因为辣椒酱里面有糖分。 我们可以慢慢火煎。 煎到有色就可以了。 好像这样,可以已经有色了。 现在可以闻到很香的了。 这样就可以了,有点色。 接着呢,我们将, 之前的那些醃料放进去。 现在将它变成配菜了。 我们放进去炒。 我们开中火。 甚至,如果我这样的火很少, 我们可以用大火也可以。 那你这火让我狠,你不让我厉害。 那就中火了。 放冬菇进去炒。 一边炒。 我会觉得有点小黏底, 有点小黏底, 有点小黏底, 你加一点油。 还有,将火稍来收回。 我们将其余的那些, 韩国辣椒酱, 都放进去。 韩国辣椒粉就很辣。 其实辣椒酱就一样, 有点辣, 带点甜。 我觉得, 很适合我们吃的。 我觉得, 挺好吃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将, 放点水进去。 就可以了, 不需要鸡汤。 因为牛肉已经很够味了。 稍后我还会加水。 原来, 你看到我, 那些辣椒酱黏在玻璃碟里, 用够肉捞了, 不要浪费, 可以用的。 我们再放点水进去, 稍后要炆一个小时。 放点水, 你看到我这样的程度, 放点肉高一点点。 我们煮, 沸起它, 然后收慢火, 炆一个小时。 如果牛腩软, 或者切小粒, 快一点, 我切大粒, 所以慢了, 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打开盖。 我们按一按它, 木巾, 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都好。 按一按它, 或者拿粒出来吃, 它够不够淋。 淋了。 我们将豆腐, 放进去。 但是呢, 下豆腐之前呢, 放点盐, 放点味道。 你试一试, 看不合自己的口味。 然后我们放些豆腐进去。 小心一点, 豆腐容易烂的。 炆一炆它, 十分钟。 十分钟了。 炆完的了, 基本上是随时吃得。 但是呢, 我们可以, 这个时候呢, 我搭了一点糖, 还有呢, 将这些小糖菜, 放进去, 盖盖, 熄火。 熄火哦。 很快熟的, 这些小糖菜, 不用担心。 好甜。 就是这样, 礼成了, 吃得。 很棒的, 这个东西。 送饭是一流的。 连小小辣都吃不够的, 不要紧要。 不要加韩国辣椒酱, 你加茄膏, 加茄膏。 加茄膏。 如果给小孩子的茄膏, 加少许茄膏, 加少许茄膏, 这样呢, 就够甜了。 已经很软了。 那其实, 这些豆腐是很好吃的。 因为它的汁很够味。 麻烦未订阅, 请订阅。 请订阅是免费的。 可以给我按赞, 我很需要按赞。 分享给朋友。 吃得。 简单, 其实不复杂。 这些小辣, 很少很少。 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够辣的。 但是就不那么激烈。 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